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星期日的會話篇 我們繼續繩子昨天說的甜品 在買甜品的時候有可能用到的單句是什麼呢? 當大家去到這個餐廳或甜品店 你想問他有什麼甜品的時候 就可以問一下這句話 Desertには何がありますか? 以上這句,第一個Desert Desert就是甜品的意思 然後Nani就是什麼 什麼的意思 あります就是有 加個Ka就是問他有沒有的意思 所以整句就是問他有什麼甜品 有時候我們去到一個甜品店 你未必是坐下來吃的 可能你只想拿走然後回家 或者是幫家人買回家吃的 在這個時候可以怎樣說呢? ここで食べますか? おもちかえにですか? ここで食べますか? おもちかえにですか? 這句的意思就是 ここでら ここででに一個地方 食べます就是食的意思 おもちかえに 就是拿走回家 是take out的意思 所以整句就是問他 你在這裡吃還是拿走的 好,第三個文型 就是有時候我們去買甜品 未必只買一個 可能你會想要三個芒果寶丁 或者四個豆腐花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什麼的文型 好,這句就是芒果寶丁 芒果寶丁 最主要想說的文型 其實是這個名詞 加お 然後數量 這樣的意思就是要三個芒果斑桔的意思 所以當大家想要多少個芒末的時候 就可以是 お 然後數量 這樣用的 もちかえにたい 就是想帶回去 就是慢用的代用詞 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 我想帶三個芒果 芒果 我又說了 想帶三個芒果斑桔回去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著 三句關於買甜品會用到的日文 你可以試試去買甜品的時候 用一下 但如果你在香港買的時候 就未必可以用到 下次試試去日本買蛋糕的時候試試 記得要買數量的時候 是名詞 加數量 對,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就不像我們中文那樣 是數量加名詞 即是三個芒果斑桔 是不對的 大家這個重點要記得我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和Subscribe 是每個星期都要說一次的 嗯,我知道有點沉 但請大家幫我LIKE 謝謝大家 另外也要FOLLOW我的IG和FACEB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